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其他的美妆博主来讲 仿妆可能是一个 很好证明自己 业务能力的时候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这就是个惩罚对方的时候 因为我们俩的化妆水平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你吸吸也到了 感觉不搞点事出来 这个节不能好好地过 让我们就用一个 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决定 也是我们两个的生活里面 当二选一 没办法做出抉择的时候 使用的一个方式 所以是谁画谁 谁输了背话 还是谁赢了背话 输了背话 三二一 一人一局可以回过 我愿赌服输 来嘛 再来一次 我出帕子 我出拖子 心灵战 三二一 三二一 那我要画木村货栽 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要浇油吗 你画吧 看着我干嘛 这还不给我喝 这是什么鬼 来 好了 我想吃瓜子儿 不行 你要把我仿成什么样子 穆斯诺在哪一张,我看看 首先我要确认真的是穆斯诺在 你到时候把我仿成什么 你能不能对着我,别说话 下马,你自己打到我嘴巴上去 你嘴巴闭上 给我闭嘴 你这个样子 你要出来一点 什么叫出来一点 就是出来一点,不然我就 弄不到你这个地方 嗯 突然觉得输了还是有点爽 完了 我怎么觉得这个不是对你的惩罚 这个我们的奖项设置非常的合理 嗯,有点享受呢 你还要看手机,不行 这些东西都不做 这是惩罚 哎呀,爱马 爱马 你故意说我眼睛让我看不见是不是 你刚才拿个巴掌让我打算 我觉得画一个女装就已经很像了 后期就靠PS吧,好不好 你盯着那个镜头 然后来把它给劈一劈 就是一个牧村拓哉 本哉 你这辈子夸我的话都认在这一集了 我要有大神那样子的鼻子 超级挺拔 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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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 哎呦,对不起 哎呦,对不起 看着我 再看一会 哎,看着我 强强的刮不贴 这个化妆师 哎呦,我很好奇 这块头发你准备怎么弄 这就要弄吗 画一下 你不抓也行 反正都是中途 那你刚才说不画也行 嗯,是啊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画个底砖就已经很像了 但我们这期节目为什么要做呢 算了算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 各位喜欢的请给我点个赞 来吧吧,来,来画个你 牧村拖毛 就有点挤了 抬起头 你现在好像喜剧中了一个周星驰 你不像手飘飘 嗯 我休息一下 下一步是画什么 鼻子 是不是要出现混血鼻了 真的十九点 之前好像化妆师都不是这么给我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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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一些臂体的感觉了 能不能把这个阴影稍微画得 不要这么粗糙 正开 怎么 怎么 现在讲书 像不像我不管 我自己画完了 请问我跟牧村拓在 有那么一丢丢脸行吗 我觉得没有 你要深情款款的看着镜头 眼睛里有星星那种 有星星那种 你发型给我弄出来 我现在顶着这个脑袋 你让我深情款款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我把自己抓烂就行了是吧 我们这真的是在碰瓷 对不起大神 对不起大神的粉丝 对不起让你们看到了这一幕 你帮我介绍夹卷一点点吧 天哪 我这两边阴影要笑死我 是把今天的梅灰都放我脸上了 你就这样 气盖 脸还黑黑的 那我们还是照例 学起他美妆博主 拍一段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的仿装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帅吗 我帅吗 看我一眼好吗 看我一眼好吗 帽和声 一家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